嘿 一起起早就知识之诚 麻辣教师曲家瑞 平时快嘴相当犀利 但孝顺的她最怕的就是妈妈 妈妈严格管控曲家瑞的交友 让她好几段论及婚嫁的恋情 都无疾而终 博曲家瑞开直播 母女俩斗嘴 笑翻网友 曲妈妈 你的拿手菜是什么 小时候我妈妈最会做的是红糟鸡 糟糕了 越来越笨 我给你讲 现在她只会烫青菜 曲妈妈 你对曲老师的另外一半 有什么条件 不要比她矮太多就好 不要矮太多是多 不要到我肩膀 妈妈 到我肩膀150了 妈妈 曲老师今天这样穿好看吗 他们说我今天穿很奇怪 我穿要穿成这个样子 你说什么 妈妈狂吐槽让曲家瑞哭笑不得 而黄灯辉和岳母琪琪妈 也是一样天天在伴嘴 现在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了 苦尽甘来 有 有 最终有给我一张信用卡 你确定那个是在期限之内的吗 会不会你去刷 不好意思过期 很厉害耶 额度大概多少钱的 应该有几十万吧 哪有 一口的三万啦 这种事情不用在电视讲啊 越朝感情越好 黄灯辉和琪琪妈每回讲到生活糗事 彼此不留情面 却也意外制造效果 记者黄云文特别报道 都别造ultan掉了 等等 天玩